体育中心综合报道,亚洲职棒冠军争霸赛将在11月16日开打,日本队首场热身赛与与日之火腿被战成平手,而今天与戏舞进行第二场热身赛,偷打表现俱佳,中场以6比0完封对手,新建都道夜赌计持交国家队的首胜终于开湖。 日本队今天推出多何田真三郎先发,主投二局被敲两只安打无10分,日本队二局下先持得点,为其修泰在垒上有人时敲出三垒安打,松本刚也补上一只高飞牺牲打,单局攻下2分,日本队此一亿火力全开,全场敲出11只安打冠回6分,只有6,7两局没得分。 日本队也推出6名投手后援登板,枯瑞辉,瓶颈克典,野田生无,石崎刚,右崎克树和山崎康晃顺利守城,中场以6比0完封西武。 日本队打现表现最佳的友近藤建介和上林陈直,单场3-2,一打点,上林更跑回3分,外齐修泰则是4打数二安打,打回2分。 新任日本国家队总教练道业赌记资料照记者王毅松社。